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吴雷光 今天我们的大盘很厉害 涨了400多点 那昨天的美股 昨天的台积电ADR 甚至于辉达的股票 都不是那么的静理想 但是我们今天的台股 还是一样可以涨400多点 真的是目前在雅股里面 目前台股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我也希望每位投资朋友的 你手上的股票都很强 那现在重点来了 假如股市涨 你的股票在高点 这个时候我们要衡量一下 要不要有一种居高思维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股票是在底部 我相信这个感觉就比较没有 对不对 就比较没有了 所以说现在来讲 就是我在这两三个礼拜 一直跟各位讲的 就是从底部买起 就是从底部买起 因为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会非常的快 而且也比较安心 比较放心 不会那么的紧张 不会那么紧张 因为它是底部开始 讲的更直白一点 我现在准备的这笔资金 就是要做一个股价的拉台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我们看这档个股 各位 各位现在看到这张 这张字卡 这个 这个是 5月21号 节目有介绍的 节目有介绍的 叫做3540要月 我们镜头近一点 谢谢 好 这个是5月21号 5月21号 各位 这个是它之前的底部 有没有 然后底部止跌对不对 很好认 这边 这里有一根红K 这里有一根红K 这个是5月21号 我在节目介绍 3540要月 但是我有将 这档个股的党名 把它遮住 这个是5月21号 到了5月22号 这个是5月21号 这是5月21号的 各位看到的 刚刚这档 这个节目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根 这根红K 对不对 这都是5月21号的 好 各位 那5月22呢 5月22 又涨上来 涨上来 好 今天 6月3号 今天6月3号 经过了 整理的动作 今天 跳空上去 跳空上去 各位 从这里的底部 到今天 已经上涨了 24%了 你会希望你手上的股票 有这样子的表现吗 5月21号 我跟大家报告 会员的 都是会员的 因为现在我就一直在底部 去做一个琢磨的动作 所以各位你们可以现在看到我 这两三个礼拜 很少再讲一些高点的股票了 虽然之前1月初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的 散热 COAS 还有其他的 一路都在创新高 但是我没有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机呢 我有更好的股票 要跟各位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赚到钱 因为毕竟在这个底部 还有现在的股价 你们都是敢买的 但是在高点呢 讲真的你们愿意买吗 每档都创新高 你们愿意买吗 那就算是别的同业 别的财经节目 所介绍的股票 也都是创新高的 不管是 不管那些股票 我没有做 我就不说了 好各位再回答 看这个地方好了 这个是今天的6月3号 要月3540 我们看这里 这是今天的要月 这个地方有被打开过 所以今天有一个最低点 叫做48.55元 然后呢 涨停白色48.65 所以他跳功涨停之后 就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 一两秒的打开动作 就锁到底了 很多股票 你不一定买得到 为什么呢 第一个 直接跳空涨停 第二个 你没有勇气去买 你没有勇气去买 股市上讲一句话 如果早知道 就会如何如何 比较好 但是各位 这句话真的 真的有效率吗 我不是说这句话 是不对的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早知道的时候 你会有作为吗 这个才是我比较 关心的一件事情 可以跟你做一个 互动讨论的事情 所以说 如果像这种情形 直接就跳空上去 你买也买不到 就像新顶 如果5月27号 你没有去买新顶 涨了四根整的 涨停板 你都享受不到 你都享受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在底部 这个地方 止跌了 先确定止跌了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 确定止跌 不是股价低 不是哦 确定止跌 这个时候才会做一个 翻多的动作 所以各位 这个是要月 我们看一个line 这个是投资朋友 这个是5月28号 好 5月28号 他line我 我跟他说 王小姐你好 我是蕾光老师 欢迎加line 如何如何 好 然后他回我说 星期日苗道 那个TV苗道 苗道而已哦 加入line看3540 我心里就要想 这个高手 正在民间 苗道 TV就可以将我这档个股 看出来 他是3540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闷了一下 这么厉害 苗道就可以知道 他是3540 好各位 但是你已经瞄到了 而且又知道这3540 为什么会问说 会涨吗 今天怎么跌了 今天怎么跌了 我们看一下 要月的5月28号 看一下这里 好各位 这个是1月5月28号 这个地方创下了新高 好 再从这个地方拉回 再上去 再上去 我说过 如果你是看颜色 来选择做股票的话 你会很多的问题 你会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你对这档个股完全不熟 第二个 你对整个的专业分析 也不熟 所以说 会有这样子两个问题 我会觉得很纳闷吗 不会 那我也没回答 各位 第一个会涨吗 第二个 今天怎么会跌 也就是5月28号 然后我也很关心的问他说 请问 今天有买要月吗 他跟我说没 只看 各位 如果他跟我说有 你知道我会怎么写吗 请努力加码 我会这样子写 我会这样子写 好各位 这个是5月28号 然后呢 再被拉回 5月9号又被拉回 5月30号创底部新高 创底部新高 再被拉回 今天直接创新高 在这里 所以说 如果说你不晓得这个底部的开始 你不晓得这个底部的开始 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永远都是往前面去看 或者是看当天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很多 你都会跟他插身而过 就会跟他插身而过 所以各位 不要轻易的去探底 了解吗 不要轻易的探底 但是你一定要去寻找底部的 一定要去寻找底部的 因为他才刚开始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去知道 他是真正止跌 而不是股价创新低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好 这个3540的要月 之前也是跟各位讲过 这档个股也是一样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底部买进去 从他这样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这样子一路买进去 各位 这档个股 新顶 一直到第四根涨停板 我才跟各位讲 我才跟各位讲 因为我为什么不每天在节目上讲 我怕你去追 我怕你去追 但是各位 今天的新顶呢 我们再看这里 这是5月31号的 这是5月31号的 上下都有下以线 好 这个是今天的 6月3号的 我们看新顶 6695 5月31号 5月31号 高点74.9 上个礼拜 整个的底部波段新高 74.9 然后又被打到最低 最后收盘的73 好 各位 这个地方是67.8 这个地方是73 也就等于讲 他涨了多少钱 涨了五六块钱 对不对 那请问这五六块钱不多吗 很多 对不对 是不是很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今天 他最高来到74.3 74.3 与其这三天 我就算这三天的状况 他在做整理 但是我如果赚了四根涨停板的时候 我会去计较他这两天的整理吗 不会 先找个高点卖掉 老师 如果他又涨上去怎么办 那你就太贪心了 大不了这档我就不做了 我就再找其他的底部就可以了 但是我可以先去赚四根涨停板 我这样讲可以接受吗 对不对 这个是新顶 好 之前跟各位报告什么 中美金 中美金 还记得吗 这个是六月三号 这个是五月二十二号 这个是五月二十二号 各位 今天最高来到两百一十四 五月十三号 纸碟 我在节目上就跟各位讲了 五月十二号 五月十号星期五 五月十二号母亲节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妈妈有理 然后跟各位讲 一定要注意细菌源 然后跟各位介绍什么 六四八八的领军者 一定要介绍 那各位请问一下 环球金跟中美金有没有关系 这两档个股 要不要一起看 这个是环球金 今天六月三号 最高来到五百三十五 五百三十五 也来到了这一个的波段新高 那中美金呢 今天最高 两百一十四 也有被做拉回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拉回又如何 一直创高的股票 各位一直创高的股票 你也不敢买啦 那拉回 你也不敢买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 什么状况之下 你敢买 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 那我跟各位报告的一个 一个底部的开始 都是在节目上哦 我不是说今天 我找一档股票 涨了很多上来 然后跟各位讲说 我在那个地方有做介绍哦 你们看我节目 我有做这种事情吗 没有 我不做这种事情的 我不做这种事情的 我有我的专业本事 所以我可以在最近 甚至于在之前 我都做一个底部的介绍动作 我都在做一个底部的介绍动作 那五月十号妈妈有礼 所介绍的细晶元 也是在底部 那ASIC那个心底 也是在底部 也是在底部 那3540的要月 也是在底部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不是它的底部吗 这个地方不是它的底部吗 那如果是它的底部 现在唯一要衡量就是 我怎么敢在这个地方买进 对不对 重点在这边 我怎么敢在这个地方买进 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是这样子跌下来的 这个是3月14号 一路跌下来 一路跌下来 我怎么敢 光这个地方 跌了两个多月 我怕都怕死了 我怎么去敢买底部的 所以 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都会去看节目 听人家说 然后听到自己 有点感觉了 就去追了 高级套房就这样子开始了 就是这样子开始了 所以最近有很多的节目 都在讲高点的股票 我不是说他们会涨 不会涨 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而已 如果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干嘛要这样子做呢 就从一个底部的开始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如果是指数在涨 底部的股票 就像我在节目跟各位讲的 最安全 最安心的 不然的话 今天的要月也不会这样子涨上来 也不会这样子涨上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各位 还记不记得 还记不记得 三月十二号 这档股票叫做红海 你们可以去看我三月十二号的节目 这一张字卡 就是从三月十二号的节目 所截图出来的 我告诉大家两个重点 哪两个重点 第一个 三月十二号以前 红海它有一个底部的一个压力 那个压力是 一百一十六元 一百一十六元 一直到三月十二号 它才突破了那个一百一十六元 然后我看到了这种情形 除了它突破了那一个的压力点之外 我当然还看到它的企图心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它现在做了什么 做了将近两年的W 各位这是两年的W 所以我在节目就告诉你 看到这个两年的W 你就是买进 就是买进 然后三月十五号 我还是告诉大家 我还是告诉大家 要买进去 因为它现在呢 有在做嘎空的动作 有在做嘎空的动作 各位我们看这里 我们还原当初 还原当初 这个是三月十二号 最高一百一十九 好 各位 这边有108 之前的高点 113.5 好 前面再一个高点 116 对不对 所以当它突破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换个角度讲 假设有很多人是在120 115到120 买进去被套住的 那被套了多久 十个月 那这个时候 十个月的时间 我去做一个 突破115到 115以上的股价 我要用多少资金 各位 这档是红海哦 不是没有量的哦 它是有量的哦 它是有量的哦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难道会跟我的资金 开玩笑吗 所以我就在节目上 我的标题就写着红海 我的标题就写着红海 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很努力的跟各位介绍什么 跟各位介绍说 这个是3月12号的K线 这个是3月12号的K线 我说现在是一个 两年的一个大的W 各位你们眼光一定要放远 一定要放远 那现在呢 现在红海呢 所以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名嘴 看到很多同业 都在讲红海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 如果现在已经涨到180元 你们相信它 那我3月12号 讲的时候不到120 你们就不相信我 我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到底红海还可不可以买 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什么 如果你还不了解我 请你加我的LINE 请你加我的LINE 扫描QR口 如果你相信我 如果你相信我 现在买底部 时机刚开始 底部买进 不应也难 端午节我们提前过 端午节提前过 吃到饱 饗宴优惠 吃到饱 饗宴优惠 这个CP值非常的高 欢迎来电 欢迎加赖 我们进广告 陈乐部吴老师 提醒投资人 请注意以下三不要 一 不要在买东买西 买股票 开闸货店 毫无头绪 二 不要在道听途说 追高股票 赚少赔多 三 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突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赖 各位这个赖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哪里有意思呢 他已经知道 他已经知道 这档个股是3540了 然后呢 他也知道 这个地方 我从底部做一个介绍 打了一个问号 再打一个会涨吗的问号 再打一个今天怎么跌了 各位 如果说今天 他讲的今天是涨上去的 只有这边有问号 只有这边有问号 请问你会买吗 所以说 已经有三个问号 他已经把自己给搞 搞婚了 那如果说你把你自己搞婚了 你怎么不另外一个想法 我相信雷光老师 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了 他今天至少可以赚10% 至少 至少可以赚10%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在节目中跟各位讲的 都是一个专业 我不是 我不是来跟各位说故事的 我是来跟各位说 这档股票的买点跟卖点的 如果你们喜欢听故事 我不晓得怎么去做一个叙述动作 因为我讲买点跟卖点都快来不及了 所以各位 第二个 没 只看 只有看而已 那如果说你只有看 那有这么多好的股票 难道都看不出来吗 你可以看 但是为什么看不出来呢 我3月12号 我3月12号在节目测标写红海 然后告诉你 节目介绍 这个大的W叫买进 这个是两年的大的W 我还跟各位讲 你们一定要买进 然后呢 15号再跟各位讲 再跟各位讲 他现在的状况 就是倦单增加 就是倦单增加 这个地方是做多的 很好的一个大力多 到了18号 越嘎越涨 还是继续涨 所以各位 相信我 相信我 现在买底部 时机刚开始 时机刚开始 底部买进 不影也难 下个礼拜一 端午节 我们提前过 这个星期 先赚钱 吃到饱 饷宴优惠 CP值最高 留赖进来 打电话进来 我都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底部股票 你是可以拥有的 我们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